9月17号下午,由碧桂园凤凰城冠名的国感风马乐队 2017中国巡演西安站风马思音音乐会在圣美丽亚酒店圆满落幕 为西安的音乐爱好者奉上了一场顶级的视听盛宴 被欧洲媒体誉为能震撼人类西宁的乐队 创立7年来,足迹遍布欧美亚非 并且出彩中国人上,惊艳全场 他们有鲜明的个性和自己原创的音乐作品 受到世界各地民众的广泛喜爱 那么组建和各国民族音乐家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往往能产出很多火花 因为他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因为这种不同,大家才能产出这种火花 如果大家的东西太相同了,火花就会少一些 这需要你了解人家 需要你个人经常演奏 甚至去巡演,甚至大家生活在一起 平常经常排练 然后要经常创作一些原创的东西 不是互相模仿 所谓真正民族的音乐结合是真正在一起工作 真正做一些融合的新的音乐 碰到出来的火花 据了解,本场音乐会现场演绎了云山 鲜鹤,风马,鞭炮等极具特色 有注连闭合的曲律佳作 另外,现场多名朗诵艺术家的诗歌演绎 配上果敢风马乐队的伴奏 两种声音的碰撞强强连合 创造出了不一样的艺术氛围 为观众展开了一幅古老的丝绸之路的画卷 从丝绸之路去推广我们的文化 我们就在考虑以什么样的形式 从音乐角度来讲的话 让人们怎么去感受到 OK,我们民族的音乐 都说民族的音乐是世界的音乐 那么在这个整个音乐行业里头 我们发现国感这个人 还有他的思路也对 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 他们做的这个音乐 是以中国民乐为主 然后世界丝绸之路 各国的这个乐器为辅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交融的一个创新型的模式